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2月10号 中印两军达成在班公湖南北岸 同步有计划脱离接触协议后 双方部队都在遵照高层指示 同步开始实施撤离行动 印度军方于2月16号 发布了中国军队 从对峙地点撤出的视频和照片 印度陆军北部战区司令乔西 不断指出印度的成功 称中国丢脸 引发舆论关注 2021年2月10号 俄罗斯通讯社塔斯社在其报道中称 至少有45名解放军士兵在对之中丧生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 就报道边防斗争一线官兵先进事迹 答记者问 记者 近日 解放军报刊发了反映中印边境任务部队官兵 为国戍边先进事迹的综合性报道 请问中方这样做的目的意图是什么 任国强 在近一阶段维护中国国家领土主权和中印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的斗争中 中国边防部队涌现出一批热爱和平 忠诚使命 捍卫正义的英雄官兵 需要指出的是 去年6月 印军非法越线 率先挑衅 暴力攻击中方前出交涉人员 蓄意制造了加勒万河谷冲突 造成双方人员伤亡 责任完全在印方 冲突发生后 中方为维护两国两军关系大局 推动局势降温缓和保持了高度克制 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气度担当 但印方多次渲染炒作有关伤亡事件 歪曲事实真相 误导国际舆论 污蔑中国边防部队官兵 历史不容篡改 英雄不能遗忘 中国媒体对英雄事迹进行公开报道 是客观报道事实的媒体责任 有利于澄清真相 以正视听 让世人看清其中的是非曲直 中方对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立场 是清晰的 一贯的 真诚的 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 始终致力于维护中印两国两军关系大局 始终致力于尽快推动局势降温缓和 尽快恢复中印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记者 根据公开报道 中央军委将牺牲和富商的官兵称为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 并向其中两位官兵分别授予了卫国戍边英雄团长和卫国戍边英雄的荣誉称号 请问其中的内涵和意义是什么 能否介绍有关抚恤优待情况 任国强 授予荣誉称号是中国军队对在作战训练或者其他工作中成绩卓越 有特殊贡献在全国全军有重大影响和推动作用 堪称楷模的单位或个人给予的重大奖励 此次公开报道的官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培育成长的钢铁战士 是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杰出代表 是对党绝对忠诚始至强军报国的时代先锋 党、国家和军队对军人的抚恤优待高度重视 依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有关规定 做好英雄烈士的抚恤善后工作 对于为国牺牲和富商的英雄烈士 祖国永远不会忘记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英雄烈士们的家人会得到妥善的安排和照顾 去年六月 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 悍然越现挑衅 在前出交涉和激烈斗争中 团长齐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 营长陈红军 战士陈祥荣突入重围营救 奋力反击 英勇牺牲 战士萧思远 突围后义无反顾返回营救战友 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战士王卓冉 在渡河前出之源途中 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 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 中央军委授予其发宝 魏国戍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 追授陈红军 魏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 给陈祥荣 萧思远 王卓冉 追击一等功 英雄虽已离去 精神涌驻边关 19号 军报发表长篇通讯 首次披露边境冲突全过程 2020年4月以来 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 在加勒万河谷地区 底边越线修建道路 桥梁等设施 蓄意挑起事端 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 甚至暴力攻击我前往现地交涉的官兵 面对外方的非法侵权挑衅行径 我边防官兵保持克制忍让 尽最大诚意 维护两国关系大局和边境地区和平安营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边防官兵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 取得重大胜利 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官兵们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展现出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 和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斗争精神 涌现出某兵防团团长齐发宝 某机部营营长陈红军 和战士陈祥荣 萧思远 王卓然等先进典型 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昂扬风貌 中央军委授予其发宝 卫国戍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 追授陈红军 卫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 给陈祥红 萧思远 王卓然 追计一等功 雪山回荡英雄气 风雪边关 血中成 绝不把领土手小了 绝不把主权手丢了 千万官兵发扬喀拉昆仑精神 克服极度高寒缺氧 守边护边 不怕牺牲 像钉子一样 牢牢钉在站位上 威威喀拉昆仑 坐坐雪风耸志 千里热血边关 遍地英雄毅力 面对人数远远大于我方的外军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 面对人数远远大于我方的外军 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 还顶着石头攻击 将他们赶了出去 陈祥荣对一次战斗的记录 清晨 当哨声响彻营房 班长陈雀祥又想起了一笑 就露出两颗小虎牙的陈祥荣 想起了那个新兵的第一次冲锋 那是2020年5月初 外军越线寻衅滋事 陈雀祥和陈祥荣等紧急前出处理 陈雀祥问年轻的战友 要上一线了 你怕不怕 陈祥荣回答 使命所系 亦不容辞 他们赶到前沿后 与对手殊死搏斗 坚决逼退越线人员 陈祥荣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 面对人数远远大于我方的外军 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 还顶着石头攻击 将他们赶了出去 成绩永息又以武 中刚强息不可灵 面对严峻斗争考验 一线官兵越是艰险越向前 生死关头更凛然 2020年6月 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 越线搭设帐篷 按照处理边境事件的惯例 和双方之前达成的约定 团长齐发宝 本着谈判解决问题的成义 紧带几名官兵 倘过齐腰身的河水 潜出交涉 交涉过程中 对方无视我方成义 早有预谋的潜藏 调动大量兵力 企图凭借人多势众 迫使我方退让 他们的人陆续从山崖后冒出来 黑压压挤满了河滩 参谋成红宇回忆说 我们人虽少 可拼了命也不能退呀 齐发宝张开双臂 挡在外军面前大声呵斥 你们破坏共识 要承担一切后果 同时组织官兵占据有利地形 官兵们组成战斗队形 与数倍余己的外军对峙 对方用钢管 棍棒 石块发起攻击 齐发宝成为重点攻击目标 头部受到重创 近此情景 陈红军带人立即突入重围 营救团长 陈祥荣作为盾牌手 战斗在最前面 摄像取证的萧思源 也冲到前沿投入战斗 增援队伍及时赶到 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 取得重大胜利 外军溃不成军 抱头逃窜 丢下大量月线和伤亡人员 付出了惨重代价 军医韩子伟记得 齐发宝被救出后 左前额骨破裂 有一道十几厘米长的口子 包扎伤口时 他一把扯掉头上的绷带 还想起身往前冲 那是他最后一丝力气 随后又晕倒了 陈红军 陈祥荣 萧思远 毫不畏惧 英勇战斗 直至壮烈牺牲 王卓冉在渡河前出之源途中 为救助战友牺牲 祖国山河中无恙 守边护边志更坚 那场战斗后 宁将鲜血流尽 不失国土一寸 被很多官兵 自发写在了头盔里 衣服上 刻印在了青春的胸膛里 那场战斗后 陈祥荣所在联队 斗志更加旺盛 服役期满的士官 百分之百主动留队 所在团义务兵 踊跃申请选取士官继续战斗 那场战斗后 王卓冉所在团 18名女兵三次请战 他们在请战书中写道 愿同男兵一样 英勇战斗 直至流血牺牲 如今 加勒万河谷的前哨上 官兵们时刻高度戒备 牢牢恶手河口 风雪飞扬的助训场 官兵们驾驶新型战车 精训苦练 随时准备迎敌亮剑 新型保温营房内 官兵们齐装满园 战斗生活物资充足 做好了长期斗争准备 纷纷表示 我已严阵以待 犯我者必遭迎头痛击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 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 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